阿凡达2 水之道 12月16日就要在北美和中国国内同步上映了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了吗 疫情三年多没进过电影院了 这部电影可不能错过 这可是阿凡达导演James Camelon十年磨一剑的好莱坞剧片 蓝色巨人们又回来了 你好 欢迎来到惠心书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还记得2010年阿凡达在国内上映时的火爆程度吗 当时北京只有三个MX影院 双安的华星影城 电影博物馆和石井山万达影院 MX一票难求 在北京六环外的电影博物馆排队买MX的队伍 都排出去一里地了 人群堪比春运的火车站 阿凡达当年在整个中国的票房超过了10亿 而且还凭借2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阿凡达是目前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 我当时好不容易买到了两张除夕夜华星影院MX的票 第一排 能想象坐在第一排面对十几米高的MX屏幕 看三个小时的感受吗 哦 脖子都快断了 就算这样 我也要说 阿凡达是我看过的最好看 最值得去电影院看剧目的电影了 James Camelon是以特效设计出身的导演 他导演的电影 从《终结者》《一行二》到《泰塔尼克号》《阿丽塔》 各个都让人过目难忘 他在阿凡达中运用科技创造了电影史上最令人震撼 和最具有革命性的视觉特效 阿凡达这部史诗剧作中创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星球 潘多拉星球 这个星球上有漂浮在空中的哈利路亚群山 有各种奇异的夜光植物 有色彩斑斓的动物 还有飞舞的巨型翼龙 这些都具有非凡的想象力 不可言语的美道令人惊叹 真想去身临其境啊 纳美人这个种族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习惯 作为外星高等生物 纳美人光滑的蓝色条纹皮肤 像猫一样的大眼睛 比模特还要纤细的腰肢 和修长有力的四肢 跟电影《异体》中 那个丑陋矮小 全身皱爸爸的外星人比 实在是具有动人心魄的美感 纳美人那条标志性的辫子 末端有数条神经元触角 能和潘多拉星球的动植物进行交流 所以纳美人相信万物有灵 他们对大自然秉承着感恩敬畏之心 崇尚融合平衡 除此之外 电影中人类的高科技武器 也让人过目不忘 奇特的直升机 大型机器人机甲 星际飞船 还有人类进入阿凡达世界的仓体 巨型矿车等等 而这些高科技的武器 不是用来造福大自然的 而是用来掠夺 侵略和屠杀的 看过《人类简史》就知道 伴随着人类进入一个新大陆的 是其他很多物种的灭绝 除了最炫的视觉特效 阿凡达的故事内涵同样具有价值 通过电影中人类与纳美族之间的关系 将不同文明和理念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引人深思 据文献记载 距离地球4.4光年 真的有一颗蓝色的潘多拉星球 星球上常温下的超导矿石 自身有极强的磁场 排斥星球自有的磁场 而超导矿石形成的磁场漩涡 可能使得一些山石漂浮 所以说 电影中潘多拉星球的地貌设计 除了猎奇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 也是有一定物理依据的 电影中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生物 都有学名、属性 和它们的生长规律、生理结构 而动物为何是六只 动植物为何如此艳丽等 都和潘多拉星球的特点相对应 基本符合科学逻辑 就连纳美人的坐骑异兽 都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叫声识别系统 为了这部电影 导演卡梅隆专门请语言学家 精心设计了一套拥有完整语法 和近一千个纳美语单词的语言 除了专门的语言系统 纳美人还有独特的算术系统 八进制 这是多么严谨的制作啊 真的是用匠心在做的电影啊 阿凡达不仅包揽了三项奥斯卡大奖 还开创了新的三D时代 惊艳了整个世界 它不仅促成了电影技术的 划时代的变革 更掀起了席卷全球的观影浪潮 所以有人说 最近三十年的电影 可以分为阿凡达前和阿凡达后 也确实不为过 阿凡达的成功至今未被模仿 未被超越 阿凡达为什么在时隔十三年后 才推出了第一个续集呢 其实卡梅隆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2013年就完成了第一部 名为阿凡达制高点的完整的剧本 长达130页 但是他没有使用那个剧本 将它扔掉并且重新开始 这个剧本的故事 后来被改成了 阿凡达高地的三卷漫画小说 是水之道的前传 直到2017年2月11日 卡梅隆宣布 所有四部续集的剧本编写已完成 就光是剧本的编写 就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 基于对海底世界的痴迷 和对海底探险的渴望 以及为了拍摄阿凡达续集 寻求灵感 2012年3月26日 卡梅隆驾驶单座潜艇 潜入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 抵达了深达近1.1万米的海底 卡梅隆的这次探险 前后共发现了68种新生物 它使用潜艇携带的灯光设备 和高清的3D摄像机 拍摄下了自己的潜水过程 制作成了名为 《深海挑战》的3D纪录片 要知道 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 压墙会达到1000多个大气压 这个压墙相当于 把整个埃菲尔铁塔倒过来 然后把塔尖戳进人的身体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机会 卡梅隆可真的是用生命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呢 阿凡达2的主要场景是海洋 所以重点的戏份都在水下 卡梅隆打造了一套 专为水下拍摄的动作捕捉系统 来还原海底的真实场景 剧组还特别准备了一个 容纳90万加仑海水的巨大水箱 最大程度的模拟洋流 而3D水下拍摄 成为了卡梅隆团队 一个要解决的难题 直到2015年 澳大利亚电影摄影师发明的 Deep X 3D的3D潜水分速器 为卡梅隆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摄像系统可以避免水下拍摄 可能产生的几何失真 色差等问题 能拍摄出清晰的3D画面 卡梅隆坚持大部分的水下场景 都要真实地在水下进行 实景动作捕捉拍摄 所有的演员 包括儿童演员 都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 学习自由潜水和壁气 为拍摄水下场景做准备 凯特·温斯莱特 在拍摄水下场景时 屏住呼吸超过7分钟 创造了水下拍摄场景的新记录 阿凡达2 先是在2017年8月15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曼哈顿海滩开拍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延期 三年后 在2020年去新西兰拍摄 导演和演职人员都在 惠灵顿的一家酒店被隔离了两周 阿凡达2的制作成本估计为3.5亿到4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电影之一 阿凡达2的剧情承接了上一部 是在第一部电影多年之后 男主角杰克萨里 已经是潘多拉星球纳美族的一个部族组长 并且与爱妻·奈提里 共同育有可爱的儿女 还收留了一个人类的孩子之猪 日子过得幸福而充实 他们来到了潘多拉星球领海的岛礁族 岛礁族的首领托诺瓦里与罗纳尔 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 岛礁族的成员都是天生的潜水好手 已和海洋中的各种生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诸多奇异的外星海洋生物 栩栩如生地游业于深海一角 然而某天 杰克发现有人类的阿凡达混入了部落 除了纳美族和人类的对抗之外 还要找出内奸 在潘多拉的壮丽海洋中再次开启了秘境探险和史诗战争 阿凡达2除了原班人马 凯特·温斯莱特、杨子琼等演员的加入也让人很是期待 阿凡达2将于12月14日在意大利上映 为了庆祝 威尼斯市中心的运河水被点亮为蓝色 让人仿佛置身于蓝色的潘多拉星球 灯光装置遍布整个城市 运河的灯光在城市中心形成了蓝色的A字形 是Avanda的首字母 在意大利的朋友可以去欣赏一下与往日不同的蓝色威尼斯 阿凡达2在编剧、场景设定、角色设计以及拍摄、演员训练和后期特效制作等 方方面面都拿出了超乎寻常的认真态度 精雕细琢 只为了能在观众面前呈现最为极致和壮观的视觉效果 这次影片上映的不仅有IMAX和IMAX3D 还有杜比影院、Signity和CGS中国剧目等多种版本 这一次卡梅隆将呈现给我们怎样绚丽的海底世界 以及超乎我们想象的海底生物呢 我已经等不及要去体验这场新的视觉盛宴了 不过要在电影院不测眼地看完190分钟的电影 看之前不要喝水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 你会去电影院观看阿凡达2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